因為開始就要帶您來關心社會消息了 在宜蘭武捷鄉 昨天晚上發生了一起嚴重的車禍 以外 一輪轎車從路橋下來時 突然失控 飛越分隔道 衝撞到對象 一趟休旅車駕駛來不及閃避 也直接撞上 後方來車也慘遭波及 而肇事駕駛當場就失去了呼吸心跳 送醫 至於當時休旅車上的一家四口 則是受到情傷 紅色小客車 車窗玻璃碎了一地 板經整個凹陷 車尾骨架 更是撞到完全變形 被波及的紅色休旅車 就像被碾壓一樣 車頭被撞到幾乎全毀 擋風玻璃也全部碎裂 可見當時撞擊力道有多大 目擊者談起事發經過 還是心有餘悸 事情發生在二十六號晚上七點 宜蘭武捷鄉光榮路橋下橋處 紅色Mini Cooper駕駛下橋時 突然失控 飛過安全道 衝向對面車道 閒事休旅車 反應不及 直接撞上 另一輛轎車也接著被波及 警方到場緊急封閉道路 進行採證 經過確認 現場一共三臺車五人受傷 其中肇事的Mini Cooper 陳姓駕駛已經失去神秘 跡象 送往羅東聖母醫院急救 受到撞擊的休旅車 車上一家四口則是受到輕傷 而被波及的轎車則無人受傷 至於肇事駕駛為什麼會把車 開到對象 仍有待警方進一步 釐清 記者紅方聲 李永捷 宜蘭報導